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我沒有生氣過 我沒有生氣過 因為那件事是不存在的 即是沒有存在罵人的 首先他進來 我也沒有說過 你知不知道我們正在拍攝 因為他進來的時候 我們正在放飯 所以很奇怪 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一向跟我們自己公司之間 娛樂新聞台和劇集 一向都是相輔相成的 大家同一間公司 通常都會互相幫助和宣傳 昨天的情況就是他進來問我們 你們有什麼要說 真的有什麼要說的嗎? 是的 他真的有問我們有什麼要說 我說不如說一下 我還在想不如說一下 接下來的幾集有一集說 口罩有一集說 我們供水線有第三個人進來 你看他想說什麼 我們還談得很開心 然後突然間他收到電話 就要上辦公室做些事情 他就發出去了 他們的攝影師又在等了很久 不如我們快點做了他 你是不是罵走了人 不是 他上了辦公室 我不知道 不過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同一間公司的同事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可能這陣子真的很少娛樂新聞 但是如果我發火 都只是說這句話 實在太差了 今早就跟丹爺聊天 他說我發火 爸爸 你發火也是這樣 然後就 是 真的領口 是 你最生氣的一次是怎樣發火 我最生氣的一次 我就算發火 一個五歲的年輕人也不怕我 我想說 你害怕你嗎 你昨天見證著阿蟹罵人 阿蟹罵人 有 他說你在場的 我記者 你有沒有看今天報道 你有沒有看今天報道 我沒有看 我沒看什麼報道 有一個無線 有一個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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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就是昨天 沒有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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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不是有人來探班 昨天 昨天有 有 但是又沒有罵 那個主播也沒有問題 我看他 他收到電話 然後他出去做自己的事 之後他都回來 然後我們繼續做訪問 嗯 是 就是沒有火藥味 我自己 又不 我自己不認為那個是火藥味 我自己不認為那個是火藥味 那個就是一個普通的對答 那時候又沒有一個可以值得笑的情況 所以大家的情緒都是基於那裡的氛圍 所以就產生了 你有沒有見過他發火 在非必要的情況下其實都不會 我見過一次數其實 是很少的 很少的 所謂發火的情況 只不過可能是 說話大聲一點 但是不代表沒有禮貌 真的太狠 是啊 是啊 就是因為這樣 我可能是誤會了 他的聲倍高了 他的分貝 有機會是這樣 這個是天生的 因為本身 聲線不一樣 我自己的聲音本身都低層的